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从来没占过便宜 永远是吃亏的 所以你看起来如何如何 那从往后看恐怕是吃亏的 我自己的看法倒觉得呢 天气这东西呢 没所谓 过去的十年都没签 这个时候签了 能说明什么 又不能说明什么 可是围绕着普京到访上海 真正的说明的意义 或者说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事情 正是普京跟江泽民的会面 连续两三期的节目 我跟大家分 有我自己的看法 当时我说 一定是江泽民透过他的渠道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然后由普京反过来 可能向习近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想见江泽民 但是关键的人物是江泽民自己提出的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么分析的 那昨天节目做完了几个小时之后 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就直接点名说 是江泽民主动提出见普京 而习近平在最后一刻才同意 我个人认为了 正像我昨天节目当中提到 请大家密切关注 过后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因为就在普京离开上海之后 第二天 刘汉和他的兄弟刘维被宣布死刑 宣布刘汉刘维死刑 就意味着对周永康这个案子 往前迈了一步 刘汉刘维是替死鬼 活该了 反正也做过恶事 他们是替死鬼 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 那因为不同的媒体都对这个 江泽民跟普京会面有自己的看法 法广连续写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 香港媒体说 习近平最后才同意江泽民见普京 大家记得这个周永康在去年 在去中国石油大学的时候 中国石油大学一百周年 对吧 他亮相 我们后来的消息说 周永康曾经找过习近平问 说我能不能去中国石油大学 习近平说你看着办 后来就给办了 后来现在就给办成这样 现在BBC的头版 英文的头版头条 在讲说周永康应该是完全被干掉 还中文版还没出来 那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文章在法广的编辑的眼睛当中 认为恐怕习近平跟江泽民要直接动手了 香港媒体报道 习近平在最后时刻才决定 允许江泽民跟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 南华早报讲 这等于是江泽民在告诉世人 我还活得好好的 没有问题 对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还活得好好的 没有问题 那这话不就在挑战习近平吗 因为对于其他人而言 没有意义 而对于原来江家的人马来讲 会跟那些人打气 而过去的时间里 被王岐山砍掉的都是江泽民的人 那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呢 而第一张照片是被学习粉丝团披露出来的 就验证了我的推断 之间的脚量上升到习近平个人 与江泽民个人之间的冲突 打到这份上 所以才会看到 作为免礼藏真 阴险狠毒的曾庆红 拗着他本生性 拗着他的本性 在一个星期之前 跟江泽民的长子共同亮相 透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力量存在 这不是曾庆红的风范 伪着自己的秉性 去做这样的事情 使他没退路了 让我想到的 我在这个 radio的节目当中曾经开玩笑说 大家看过南征北战 对吧 南征北战的时候 这是共产党拍的片子 在里头描写国民党的关系 有一段说 看在大国的份上 拉兄弟一把吧 都打到司令部去了 他说拉兄弟一把 那边说你再坚持最后五分钟 江泽民曾庆红就这意思 拿着非常上好的左轮手枪冲上去了 我跟你玩命 曾庆红露面 就这意思 文章还讲 习近平打贪腐的对象 就直接包括了周永康本身 而周永康的靠山 所有人都认为就是江泽民 所以这样的括号 这样的结论 把前面那么长时间的纷纷正正 把前面那么长时间 什么江泽民支持习近平这 其实就都给一勺会 都给解决了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析的 其实非常清晰 应该讲今天走到最后了 文章提到说 阎引消息人士讲 普京与江泽民的会见安排 是由江泽民方面提出 但习近平一直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一直到习近平要见普京之前不久 江泽民才获准与普京见面 不管习近平的决定是迫不得已 还是另有考虑 但习近平对普京与江泽民的啃首 明显表露 江泽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 来表达本身在中国政坛 还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文章也讲说 中共官方刻意淡化 这一次普京与江泽民的会谈 包括新浪网上等等 都紧紧披露了见面的消息 官方媒体低调处理这件事情 明显与江泽民上次会晤 基辛格不同 所以我跟大家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搞不好普京跟习近平一起联手 要作死江泽民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作为普京的个人的风格 六十多岁大老爷们光着膀子 你说他尿谁呀 他也不谁都不尿 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出卖的人 这样的人是这种心态 当这种心态的时候 今天他来到中国 他见习近平是理所应当的 而真正管用的是习近平 而他又何尝 他自己是做克格勃的 他又何尝不知道 在中南海所发生的 你死我活的勃杀呢 当然他不一定看石头评述了 对不对 不一定看金脸机了 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意思 在这个时候 他这么高调的去赞扬江泽民 然后背后衬托的是 江泽民出卖祖国的消息 这不是忘死了拧蛤蟆吗 真的 所以谁跟谁玩 鬼知道 可能有的连鬼都不知道 因为一般的鬼都不够资格 魔鬼才知道 可是魔鬼知道的时候 是自己死的时候 可是换个角度上说 如果是这么个玩法 我想从佛家的角度讲法 你说是不是今天 那些在过去的年代里 呼风唤雨 喝三喝六的人 在遭到暴力 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就是今天的概念 江泽民87了 到现在这份上 他在拼死着 用这样的方式 在保自己的命 我问你 那是生活吗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这样的窃国大盗 他遭到的惩罚 他内心中遭到的煎熬 非咱一般老百姓能想到 所以记住那话 光看贼吃肉 没看贼挨打了 贼挨打的时候 中国人打贼的时候 他都把死了打 普京一走 江泽民见完面之后 那刘汉被宣布死刑 所以这都是配着来的 法广的报道这么说的 刘汉按一审被判死刑 那行贿秘密 恐将永远消失 所以每个人报道角度不同 我们只是看这样的消息了 他讲说刘汉留为犯罪组织 以及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故意杀人罪等等 及格罪名加在一起 被判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周永康之子周冰交好的刘汉被判死刑 为周永康的案子的处理拉开了序幕 媒体人也担心刘汉案行贿秘密 恐怕将永远消失 而涉及到该案子的行贿的其他在位高官 有可能逃避免受惩罚 每个人会站在不同角度分析这件事情 我自己的说法挺简单的 今天的中共上层 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话 那今天当官的人人人自危 对吧 当今天主政的人过了十年下去之后 还在维护中共体制的话 那后面上来的人将变本加厉的 以极端的报复的心态 利用共产党的名义 去报复今天主政的人 所以我个人说谈不上什么掩盖不掩盖 那都无所谓 那都无所谓 我今天提到的有所谓的是 今天反腐走到这一份上 没有回头路 一切的一切揭示出是这个党 共产党的品质 保住党 你一定死在党里面 而今天在借助反腐的概念 抛弃中共 这是所有的 如果按照推背图上说 这叫天下大同 这叫天下大同 重新恢复对人的尊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